玻璃市一名男子色心大起,竟然用驱邪来当借口 两度右肩15岁的妓女,如今在乱伦罪名下严扣注查 在同一个法庭,也有一对夫妻因为在洗衣店偷衣服 同样延长扣留,我们来看一组法庭简讯 必须发生肉体关系,才能驱赶脏东西 妻女不宜有她,男子抓紧机会,把她载到一个公务员宿舍进行性行为 并在隔天再住家再次下手 受害者察觉不妥后向警方投报,色狼妻妇才落网归案 家阳法庭副主部官,今天批准警方延长扣留嫌犯7天协助调查 同样在家阳法庭,一对夫妻上个月初 从资助洗衣店肝衣机里偷走将近500令吉的衣物 今天被警方带上庭,申请延扣 其便在刑事法典380偷卸条文下协助调查 副主部官批准警方延扣分别51岁和19岁的嫌犯4天 镜头转到吉隆坡地庭 隶属15被警局总部刑事罪案调查组的45岁武长阿布巴卡 涉嫌去年8月,向两名涉及贾政建集团活动的嫌犯 收取总共33400令吉贿赂 作为释放他们和另外一名男子 以及交还车钥匙的条件而面对三条控状 所有行为都抵触了2009年反贪污委员会法令 一旦罪成,每条罪可判监禁最高20年 罚款不少过贿金的5倍或1万令吉适合者为高 被告否认有罪或准以1万令吉和一名担保人保外 但必须交出国际护照 案件将在12月17日再次过堂